继续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以后再会有周座 再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太力仆人都要侍奉他 没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说到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神你如何选择他的仆人呢 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 神选择他的仆人侍奉他 但是神在短暂片段的人生当中 在人类历史会一个人 都只能够参与一个片段当中 神在这个片段当中 他有没有让我们有机会 去成为他的仆人呢 答案是有的 因为跟从神的时代计划的人 是任何一个时代 都可以说是在争战当中 任何一个时代 神去让他的movement 他的运动都可以说好像打仗一样 过去500年当中是没停过的 你会看到 从马丁路德开始 直到医治 灵恩开始 我曾经也分享过 John Alexander Dowey坐过 几十次监 他有极之多的港度 在监狱里面去预备 我说现代在美国 这些地方的价会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是一百年前了 但问题是 美国在一个这么开放的地方 为什么一个教医治的教会 会遇到这样的光景呢 原因就是说 神是让我们 永远都能够参与这种 好像一个 争战的身份 的身份 他常常都会 带领我们走在时代的前头 而事实上 他亦刻意让我们 拥有一些异象 一些异梦 好像弱沙一样 会招来很多的妒忌 和攻击 为什么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神甚至会利用 撒旦 和他的爪牙 去让我们 在我们这个片段的人生当中 经历一个 全然的受训 当一个人想着 一生能够 亡女偷闲 能够在安书底下 度过一生 然后永恒里面 又要受尽福分的话 我相信这些人不单止是瘋 是瘋狂的 对不对 因为是没可能 神在哪里选择去的仆人 在最偷懒的地方选择去的仆人 一间公司的老板 他都不会聘请这些人 他不会找一些 好食冷飞 身水要最高 权力要最大 但问题付出要最少 一间公司的老板 都不会选择这些人 何况神 我们看见就是说 由创世纪开始 神将原料放下之后 人类在人类历史当中 自己去建立 这些城市 而去到最后 总括是只有两个大城市 成为人类信仰的集合体 一个就是巴比伦 一个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你会看到 圣城耶路撒冷 和巴比伦的描述 如我所说 巴比伦全部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建设的 一切 所有东西 甚至包括 为什么说他淫富 因为他都要借神去过桥 即是说 他觉得许佩比臣有着数 那就是许佩比臣 没有所谓 同事又犯奸淫自己 欺骗自己 这个城市所建的所有东西都是为自己的 所有东西都是环绕着这个世上的政治经济和假宗教 但是圣城耶路撒冷呢 所有东西都是环绕着自己的建设? 这些是现在教会正在教的 普遍我说的 但问题是真正的教会就不是 圣城耶路撒冷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神而建立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为自己而建立的 里面不会建立一个石安的殿 或者一个浸讯会的殿 或者里面这里有循徒为理工会的殿 不会的 那是神的殿 所以你会看到耶路撒冷所对比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观点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去看关于圣经形容巴比伦 神会消灭的东西 神会审判的东西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写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当我们真的将它对比耶路撒冷 然后将这两者对比创世记的话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而你会看到我们所说的巴比伦 其实是由巴比塔开始的 它是建立一个建筑物 然后慢慢由这个建筑物衍生变成一个城市 巴比伦 但是我们所见的耶路撒冷 它亦以一样东西做俗心 就是神的圣殿做俗心 它围绕着这个圣殿建立到耶路撒冷 成为圣城的特质 你看到两者的分别 是非常非常大的 设想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是属于利美人的属地 在那里侍奉神 利美人在那里学习侍奉神 学习做祭司 过了三十岁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学习做祭司 去穿这些祭司袍 去在圣殿外院建立他们的侍奉 所以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建筑 全部都是他们预备去侍奉神 成为圣一伯人 成为一个祭司 但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理解了在历史上神对人类历史的带领 你会看到神很多使人在历史当中 是不介意的 祂带领我们的时候 祂不介意我们失去我们的基业 失去我们的钱 失去我们的自由 失去我们的时间 失去我们的名誉地位 失去我们自己两手抓住的 所有宝贝 所有幸福 祂不介意的 你会看到 祂带领每一个祖的仆人 的时候你会发觉 由若白也好 摩西也好 若失也好 但以你也好 你会看到你有时搞到身败名裂 这样去跟踪神 你会发觉你很多时候离开自己的属地也好 自己的家乡也好 有时甚至离开自己的身份 甚至要坐牢也好 祂不介意 祂完全有一点不介怀 就是要我们抛弃我们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我们称为幸福 为我们自己建立的小天地 甚至是我们自己所说的美好人生 要我们放弃我们的理想 有时甚至不要说理想 在一起 就是我不知道阿伯拉罕 在他自己的本地 本族附加有什么的基业 或者是梦想 但肯定他是一个有钱人 肯定他是建立了很多东西 大臣要他离开 从一个沙漠地走来走去 然后走去埃及这些会有饥荒的地方 然后才去加拿美帝 一个很美好美的地方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神都不让他扎筋 一直都要去流离浪荡 如果任何一个不信人都会觉得 哇 神你要我游手好走 你要我游手好走 有些东西得到也好 但我是不断失去 失去又失去 失去家人 失去罗德 失去我自己身边所爱人 甚至你还要我去买以撒 你见不见神在我们人生这个片段当中 是不介意我们失去 这些我们为自己建立的东西呢 但是问题 如果我们愿意跟从神的话 我们在我们这个小片段当中 其实我们就将这些换取了荣幸 神其实是刻意 在他整个带领过程当中 让我们根本一直在争战当中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都想着用我们自己的人生去量度 全个神的计划 但我想让你知道你的人生 你有些人是参与神那个段落很完整的计划 但有些就如我昨天所说的 慧芳姐妹 她只是参与其中一个很小的段落 而这个很小的段落 当然比很多人已经很长 但有时候可能最精彩的段落 神一定是没有她份的 而实际上在我们身边当中有很多人抵较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这样带领成案 这个也是神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 历代历世来带领很多的人 因为实在除了我们讲的主角之外 或者带领的主体之外 很多时候千千万万的人 只在旁边做一个很短暂的参与 完成他的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就要离开了 而要他离开的人甚至都是神 是神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 但是神也选定了我们活的时代 但是也选定了我们活的段落 没有人是可以活到六千年 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其实只是 在我们人生当中活了我们那个段落 就由我们被选定了出生的日子 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能够有的极限 活着的极限 而这个极限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中间其中的小段落当中参与 但是神是肯定到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我们跟从神的话 这个小段落我们尽心竭力的话 很多时候他就是一个大计划的一个小部分 比如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我们讲了这么多次 讲关于以色列出埃及 摩西带领他们行十灾 根本是一个活剧 只不过是反映在世界结束的时候 Penic will再来 十灾会再出现 先出现小隕石 再出现大隕石 接着就是被提 它竟然只是一个活剧 它根本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 真正的实体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七年大灾难的开始 它完全没有机会参与 但问题也好像打仗那样 这个活剧都是很认真地打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的生命是短暂 但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实体 尽力的参与一段 因为你和我都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人生的历程 何时画上一个句号 但在你人生结束的时候 你又能不能够好像我们所见的 很多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 寿真姐妹 贵方姐妹 他们用他们的人生 去表现出一个美丽的人生 表现出一个 真的在一生里面 直至结束 都尽心竭力的去参与 使得在他自己所参与的 这个小段落众中 他做到十足十 在神的面前是拿足一百分 从所有在我们人生当中 甚至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最后的一章 被提前最后的一页 这一帮人 他和我们一起同德基业 就好像在希伯罗书第十一章 第三十九节至四十节说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圣经讲这些人 他们到死都未得着 他们要得着的 有些人是真的 我相信寿真姐妹或者是 韦方姐妹他在临离世之前 他都是极力希望 能够参与最后一页 好像你跟我一样 参与最后一章 去完成他一生 但问题 好像他们离世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死 但问题是 在圣经讲 神比我们预备了更好的 但问题是 这些人 神不要轻看他们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和得着 因为他们就像这个城市一样 他完成根基的 就离开 有些人完成他里面 建了会一层楼就离开 有些人去完成他的装修 就要离开 实际上我们人生活 是一个能够参与的段落 而这个段落 其实每一个跟从神的教会 都会在每一个电落当中 因为跟从神 而导致每一个参与者 都能够用尽他的生命 去得到神100%的认同 启述第22章第三节 以后再没有周座 再胜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这部人都要侍奉他 显向我的心 而还许我的心 建拜上帝 尚在你四所里 我身中的安慰 期待尽上所遮养你面 传你面最引擎洗澡后悔 而我更在你面前 永远一切 传言念想 全成怨风生生活祭 天师将赞美尽致 无限在我身体 我跪拜上帝 将心与烈两风再姿态 世间中的挂湿剑 传言为你舍弃月八计